打這架要貼欸 這個是睡覺欸 他那個有三星卡的 我會怕 欸 你們會拿小雞雞的還是炸彈吧?兩星科技的不拿兩星 這個人比較猛 全部上了吧 因為輸他的話… 比較痛 他有三星卡 貼兩個 就是… 不演了 沒有要演 貼兩個 轉打的 Very Good 他真的很強欸 他真的很強 他也不升三了 六費我都會升三 玩睡覺 他不升三 他拉全戰力 因為六費可以直接六塊錢升三 剛剛好 但他沒怎麼做 呃…炸彈是不是比較好啊? 炸彈才有三合一的價值 豬又是給寶石 可是你要賣掉才拿得到 所以… 短期戰鬥力真的很差勁 下一回合可以升級賣一隻…鐵光盾 還是你會繼續冰起來 然後等等賣一隻貼兩個 可是你就變得要刷牌 也可以 好 就這麼做吧 也可以 因為我每回合都給他們兩個貼盾 就確保著我一定…團戰一定會勝利 對不對? 這兩隻一直貼的話 好厲害欸 團戰是輸不了的 輸不了的團 很難 點錢可以放在場面上啊 可以拿 想要賣一隻豬 拿一隻魚欸 還是開技能貼在5-4 因為這個沒有永久盾 貼給他嘛 這樣子比較客家一點 無聲四星 他打不贏我的 這樣子我就三對 有機會迅速的三合一 都快把他打死了他 我們升級…還可以一刷買一張 因為有錢 那…這裡肯定要拿這一張了吧 所以要拆一對 那接下來寶石就會… 不間斷了 現在就不知道要給誰貼了 因為等等要配合就是跟… 豬牙啦 豬牙…留寶石是要配豬牙才有用 應該是要… 直接貼欸 要不然你會放在手裡很久 中平幾 現在就各一個吧 331號確保拿錢 可是團戰效益就會低一點 因為第一張牌都蠻強的 嗯…夜行 他自己來撞了 幸好沒給他炸彈欸 其實我剛才在想 炸彈要不要往前 哇 紅頭… 打虛 痛痛 主播加賽斯是不是還沒改啊? 我這樣要加多少? 加個…十把差不多吧? 呃…這個… 選擇一下吧… 陣地豬比較強吧 因為陣來陣去 還是你會拿寶石豬? 還可以偷寶石? 全豬套餐 哇塞 怎麼打兩下敲不死他 怎麼這麼厲害呢? 等等…再買一個3、4 然後再賣一點 然後三顆寶石再貼 讓他再膨脹 又一個正珍豬了 我可以升級 再拿一個啦 也可以…怎麼樣? 可以放在手裡 也可以冰起來 按一下技能 覺得升級是無庸置疑的 切盾…團戰比較容易贏吧 那… 切給9-7 確保一定可以動兩次吧? 好像比較聰明齁? 嗯…這樣子讚 這個拿盾 這個加攻 感覺挺完美的 現在就全部人帶套 然後… 一直開技能 我就全部光盾 打、打、打 這樣就能夠吃雞了吧? 全體光盾 然後打、打、打 嗯 喬治玩豬也很有一套欸 大家 喬治… 是…什麼…旺… 怎麼樣玩在這個版本都很厲害 他是受惠於這個版本 很大的英雄 我們刷個三合一 欸 立刻就合了 合在一起 變大 而且… 還可以再碰一個豬隊長 還有卡爾加 紅綠豬 那就是…蜘蛛吧 蜘蛛貼個光盾 就有毒了 然後…一刷貼盾 下一回合做一個8加2 升級貼個盾 我們就會有六星科技了 下賽就加個…應該是… 11把吧? 我們就45吧 好不好? 44數字不吉祥 主播是一定要給你們填滿的啊 哇 他好強喔 金男爵怎麼那麼強啊? 他怎麼兩個… 鳥、男爵就可以打贏我啊? 他48是鬼啊? 他就兩個鳥、男爵那麼厲害喔? 呃 版本最強的是豬 沒錯 所以… 主要還是以豬為核心 因為你看豬的成長性 其他的… 種族要追上沒那麼容易 就是你其他種族要玩 也可以玩 但是你要稍微胡一點 你不能是很普通的… 情況在玩 一定要稍微胡一點才會厲害 要求比較高啦 可以這麼說 我昨天有一把…我關台後有打一把元素食雞 那個超級大的 我打了一把那個… 呃 五小小 然後金色巨神兵 巨神兵有… 八十幾攻 然後有五百… 多滴的血 快六百 直接貫穿 呃 黃要不要拿捏? 黃也要拿啊 等等是金黃啊 因為食屍鬼就快要來了 食屍鬼差不多要就位了 這隻蜘蛛要賣掉了 所以…不需要再拿了 刷個6 無面者 呃… 蜘蛛比較好 蜘蛛有盾毒 比較好吧 我養怪…有用嗎? 先養怪 是吧?是 我可能要給他光盾喔?因為… 不然錢留著也沒用啦 給他貼一個啊 我只有在想那個 要不要鎖一個無面者啦 鎖無面者 你就可以再弄一個紅綠豬 可是要賣一隻 欸?蜘蛛來了 幸好拿紅綠豬欸 算翻了 等等可以再把他打掉 欸?三合一了 這把是不是有點曬啊? 越來越厲害了 欸?蜘蛛三合一了 要幹嘛? 欸? 欸?很好玩捏 合起來了 聚合體 可以再曬一個 只要曬到毒 就可以了 欸? 欸?有毒! 剛剛好! 兩塊錢貼這邊! 剛剛好! 聊天室 剛剛好! 怎麼會這樣咧? 他還是個豬 我還能配合欸 我當然要賣這一隻 去找… 阿古斯 嗯…打野就不要貼寶石了 我們寶石要留給…等等再貼 魚人…不需要了吧? 除非你是要… 弄一隻毒魚 嗯…這家金男爵… 鳥超帥的欸 他是那種無屬性… 恩若斯流 不需要屬性配合 然後恩若斯 動畫有夠長 你看我們恩若斯都是白狼 然後… 呃…男爵… 鳥 白狼 他不用 他直接用恩若斯 替代白狼 黃要站1號破盾 然後要刷金色的黃 這個如果有毒 可以再搞一隻 寶石已經很多了 不過…開心貼也行 找…阿古斯 欸?聚合體又來了 那該不會這是劇毒吧? 1、2、3、4、5、6、7、8、9 欸?一切都這麼剛好 帶他走! 1號破盾打牆壁 哇!他把我4滴血剛好炸掉了 嗯…牛掰 我簡直是… 那個欸 賽到病鬼 為什麼聚合體一打上去就是劇毒啊? 平常在玩都沒有那麼好的事欸 而且拿紅綠豬 然後後面又給蜘蛛 所以我能不能拿紅綠豬 嫖到好多體質喔 那…這個紅綠豬賣掉了吧 我們進入決賽了 把黃放在後面一點 因為他們會燒我 我不需要蜘蛛咧 好多蜘蛛喔 因為這一隻跟這一隻 我覺得沒差多少 那這個貼寶石 全部都會加工 所以…不需要的 我們刷 刷寶石 寶石就好了 留下血比較多的 然後這隻賣掉了 然後把黃墊在後面 因為一定會有食屍鬼的 放心好了 嘲諷…要幹嘛? 我不需要嘲諷 那…最後 房墊後 寶石全打 結束 還有一塊錢… 開心刷就刷 不刷也行 One punch 欸? 他是… 跟我打正面的欸 對面很有尬子 打正面 別打魚 好! 完美! 小黃26攻 -24 好強啊! 這一把的話 是不是… 金色蜘蛛加兩個劇毒聚合體 立了大功啊 我蜘蛛居然買三隻 把他合體 神經病 然後兩隻聚合體打上去 立刻有毒 我的天啊 運氣超好的 真的是運氣超好的 他應該就是個光盾機械欸 我剛才打野沒牌頭 對不對? 所以要刷掉 我現在需要男爵跟白狼 蛇沒有用 我要男爵、白狼 來一張 來! 鳥變金色了 那…我要賣一張 9、7 這個蠻雷的 把他賣掉 應該… 不能用洗的 洗的不行 不能用洗的 就只能合了 作率一下6 所以兩刷 刷一個6出來 開圖 我決定選豬隊長吧 等等… 要是沒有打出勝負 還可以防金色狂風 用這個牌刷牌 然後貼寶石 我就可以防金色狂風了 過散我防了這個人 哇 他直接打我鳥啊 我來不及變大兔了 啊呀... 男爵 小心啊! 不要太貴! 不是吧… 留一滴 過兔啊 聊天室 是… 怎麼就這麼剛好啊? 我那麼秀了 雙金鳥還沒打贏